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胆胆教四大法王 号称欲练金身 百毒不侵 万无教则宣称女窝在世 当此乱象之下 有时之势 破神之战从未停息 吴中风让众人起身 不要相信这些 此时突然天生异象 来人正是无量老祖 吴中风当即出手 无量老祖自称有耗生之德 让吴中风离开 眼看这刮战阵民 全都败倒在无量老祖身下 面对这些新款胭脂 杨烈君一时之间也难以选择 神将拿着神牌来到店家这里 杨烈君让二人把东西还给自己 眼看偷都不成 小喽喽当即出手 六甲配六丁 女子争抢着愿意进入 孙锦一看就不乐意了 冲到前面 斥责众人都疯掉了 这邪教摆明是侮辱大家 没想到大家竟然还主动送上门 众人一听 孙锦不就喝了几天羊墨水吗 居然在这里装大一巴狼 他们根本没把孙锦的劝说听进去 更何况这年月不是侮辱别人 就是被别人侮辱 众人不像孙锦 能有个好爹 他们身无分文 根本不听孙锦的劝说 陈四海直接把孙锦就绑了起来 孙锦让陈四海先放开自己 不然两人都不进行 陈四海一看 高兴得不得了 竟然一枪也没打中 陈四海随后扔出迷药 屋子之内竟然全是被囚禁之人 李淑文赶紧帮助众人 眼看这些小卢卢杀了上来 李淑文挡住房门 让和尚们直接从这里跳下 孙锦认出是淑文 顾不得多说什么 两人赶紧就往外跑 孙锦追问淑文 是什么时候回到的华镇 淑文看着孙锦心愿意吗 回到家中之时 师父吴仲峰正躺在床上 吴仲峰的拳馆已经关门歇夜 而淑文一直在西边 总是标识的行当 世道离乱 西方的火车轮船已进入中国 师父知道他的标识行当也不好做 吴仲峰告诫淑文 心舞不仅要修身 更要修心 淑文捧着万新经阅读 孙锦却让他晚点去自己房间 房间真得滑灯闪烁 孙锦骑着自行车 给灯锦发电 孙锦不等书文 说出自己回来的目的 就给他剪了头发 一翻打板 正是人靠仪装马靠岸 杨烈军要再试试师弟伸手 吴仲峰看着两个弟子 都身手不凡很是欣慰 杨烈军已经知道了这六甲门的事情 他在镇子上查探了一日 知道这邪教害人不浅 而孙锦则说出 邪教前镇子还搞了一出神佛现世 把老百姓都糊弄住了 他希望杨烈军快刀斩乱马 带着部队杀回瓜镇 烈军则说 现在辫子军准备复辟 各方各派都蠢蠢欲动 他准备先探下地 看看这六甲门到底是哪一路人马 如果能争取到新军 也是好事一件 他让师父不必操心 自己出手就可以 深夜之中 舒文嗅到孙锦衣服上的味道 孙锦正好来到这里 杨烈军也紧随而至 两人轻轻握握 可孙锦却让烈军事业危险 而后再考虑儿女情长 吴仲峰提醒杨烈军 此次舒文回来似乎心事重重 让烈军这个做师兄的 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师弟 而杨烈军也决定先去道义公蜀走一趟 看看六甲门有何茂逆 舒文也当即要跟随师兄前往 舒文前几日护送宝果到道义公蜀 送完此次标物的当晚 就有人要取得性命 舒文认为 这道义公蜀一定有问题 两人换好衣服 在公蜀内追查起来 眼看狗子对着他们一直叫 来人将插地给二人 让他们交给赵长官 老赵正和道士在一起聊天 他让舒文赶紧把茶道上 舒文正好偷听二人谈话 回到家中 杨烈军知道 这六甲门和道义公蜀已经沆瀣一气 而舒文却要和师兄说说心里话 他说出了自己这几年在外的经历 舒文误入狼洞和狼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 从此 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 他便控制不了自己 而自己走标之时也发生了意外 他以为是自己的问题 但现在想来与自己运送的包裹有关 因此舒文必须查清楚六甲门的真相 舒文告诉师兄 如果有一天自己变成野兽 他希望师兄亲手了结自己 列军让舒文不要乱想 也可能仅仅是幻觉而已 舒文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孙锦则准备拍下现场 舒文断言 这现场的烟雾一定有问题 舒文提醒 必须找到无量老祖的弃身之所 这样才能破解这六甲门 孙锦当即想到老熟人陈四海 好 列军当即追问六甲门的事情 眼看他不说 杨列军直接就是断职 杨列军拿着陈四海的腰牌 直接来到了六甲门这里 顺利的进到里面 两名守卫看出端倪 却被这对师兄弟直接打翻 杨列军和舒文都来到了六甲宫内的房间 不过两人遇到的对手却不相同 杨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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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烈郡直接被迷晕 舒文这里却在对付幻象 杨烈郡直接将舒文打晕 无量老祖一把火 六甲门老巢直接烧掉 这下子证据全没了 舒文终于醒了过来 师父知道舒文 圣性纯良也备干欣慰 上司这里正在训斥道隐 一直不肯出兵 对着道隐大打出手 却没想到 道隐心满意足 只夸着天忙神鸟号 舒文师徒二人来找烈郡 却没有看到师兄 师父让舒文再去六甲宫 找到六甲宫里的犯罪证据 道隐这里已经知道了六甲宫的事情 正对着无量老祖发火 正在此时 杨烈郡却走了进来 而师父吴仲峰 则一直躲在暗处观察 没想到杨烈郡一走进来 就直接斥责起道隐 原来杨烈郡和道隐是合作关系 道隐提供神药 杨烈郡提供军队 而现在道隐又找到了六甲门 这些人不是盗就是贼 根本就成不了什么大事 杨烈郡看着他们就来气 而道隐也是想回收一下成本 杨烈郡直接拿出一块金条 原来是陈四海和无量老祖 从中客扣 赚取差价 道隐拿出小盒 里面是最新成果 要效强百倍 吴仲峰再也听不下去 直接冲了下来 杨烈郡苦劝师父 自己的人马处在崩溃边缘 外面的世界无比残酷 自己一定扭转这个局面 敌人很快就要对杨烈郡的部队动手 只有这药 才能让他的人马 一一地百杀出崇尾 吴仲峰却不想听他说这些 一把就把药瓶都打碎 杨烈郡让师父不要阻拦自己 师父不想看到徒弟现在的样子 吴仲峰没想到 自己徒弟会背后下手 就这样 吴仲峰命丧当下 淑文来到六甲门的空地上 一帮孤儿正在检视东西 有一个小孩 自称是无量老祖的弟子 淑文告诉小孩 无量老祖已经没了 让孩子回家 可小孩子却说 他知道无量老祖在哪 回到瓜镇之时 吴仲峰正被作为六甲门魁首 游街示众 看到师父的尸体 淑文气血攻心 孙金走上前来拦住淑文 杨烈郡将二人拉了回来 杨烈郡演技一流 他说自己昨晚去刺杀道义 师父跟在后面 却没想到道义设下陷阱 师父拼了老命 才掩护他逃出来 淑文就要去找他们报仇 烈郡却劝住师弟 趁会带军队回来 替师父报仇 杨烈郡让淑文照顾孙金 自己则独自离开 淑文却闻到熟悉的味道 正是杨烈郡刚才留下的 他跟随七尾来到烟馆 陈四海和无量老祖正在此地 二人一看是淑文到此 赶紧扔了烟雾弹就跑 可这次二人所在的位置 却在城里 两人沿着屋顶逃跑 根本就走不快 眼看二人前方已经不入 无量老祖 只能撒下粉末 却没想到粉末 早已被书文置换 陈四海看着眼前的书文 杨烈郡则和道尹 一起查看药物的效果 清晨之时 正当两人从洞中走出 书文和孙锦已经等在这里 杨烈郡黏在师兄弟情义 让书文离开这里 自己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道尹还想杀掉书文 却被杨烈郡直接拦住 孙锦拿枪冲上前去 杨烈郡却吃定孙锦不会开枪 他告诉孙锦 自己很爱他 可是他却并不懂自己 书文念的师兄每次比武 都会先让自己三招 今日他也让师兄三招 杨烈郡将书文引导洞中 牢笼之内全是他的新式士兵 杨烈郡也立马吸食了药物 Footnote 这位 ClickBan 点湧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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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恢复平静 舒文也离开了郭阿镇 独自浪迹天涯 而孙姬也离开了这个悲伤之地